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兩個質量跟體積完全相同的 夾一樣均質光滑圓球 在光滑的水平面上 說發生完全彈性碰撞 所謂完全彈性碰撞就是說 碰撞前後動能不變 動能熟了 碰撞前後當然動量也會熟 他問說下列有關兩球碰撞的係數何則正確 A 他若為對正碰撞 正向碰撞直接碰過去 他在一度空間移動 那碰撞後甲球靜止 以球以V向右運動這個對 另外如果兩質點 他質量是完全一樣的話 而且是彈性碰撞的話 碰完以後他的速度會較快 這是根據什麼呢 根據我們那個 一度空間的碰撞公式 V1' 現在1的話就是 是等於M1 加上M2 我們是M1 減掉M2 這是彈性碰撞公式 這是V1 加上多少呢 M1 加上M2 然後V2 然後V2 我這個公式最好把它記起來 我這個公式最好把它記起來 M1 加上M1 分子2 M1 V1 加上M1 分子2 分子2 M1 V1 加上M1 加上M1 加上M2 這個項等於1 所以V'等於V2 這項等於1 這項沒有了 V2'等於V 就是它速度交換 因為它本來的速度是V 它沒有速度嘛 碰完以後 它就沒有速度 它的速度是V 它的那個速度會交換 如果你這個公式忘記的話 因為這比較單純嘛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什麼呢 動能跟動量手紅來解它 怎麼講呢 就是說一開始 總動能是2分之1 M2 V'等於V'的動能 再加上V'的動能 那還等於1 回等於2 回等於2 匯完了以後 他的動能是2分G MV'的2' a2 加上2分G M V2' 匯完了 這個是動量前的總共能熟 動量以後 動量也會熟 就是MV 等於2 Mv1' 加上 Mv2' 那這二分之一這個是可以消掉的 所以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 V1' 平衡 加上 V2' 平衡等於 V 平衡 另外這個是 M1' 加上 M2 M 的話也消掉了 所以 V1' 加上 V2' 等於 V 這樣子 然後你給它平衡 平衡以後 減上去 減上去以後就說 2 V1' 乘以 V2' 這個等於 0 那等於 0 代表什麼呢 代表 V1' 等於 0 或 V2' 等於 0 我們做完以後的話顯然 以速度不會等於 0 所以一定是假的速度等於 0 所以你就得到 V1' 等於 0 那 V1' 等於 0 的話 那 V2' 就等於 V v1' 就可以得到這個ure比 這個是說萬一你們公車忘記了以後 可以這樣做 但是最好拿起起 好 那所以 A 選項的話 這個是對的啦 碰板以後的 Braun 的速度靜止 那 I 我以的速度往前進 這樣看 B 選項吧 B 選項 précis口 對正碰撞,就是正向碰撞 碰撞後,甲乙兩球,均乙二分之五一,向右運動就錯了 這樣看C選項 若不是對正碰撞,也就是說 他是斜的這樣碰過去 那碰過去以後的話 他們兩個的話就這樣 如果是強勁碰撞的話 這個甲腳的話一定是90度 C的話,甲腳小的90度,這錯了 這樣看來D 若不是對正碰撞 碰撞後兩球的速度一定互相注意,這個是對的 這怎麼證明 我們可以稍微證明一下 就是說 碰撞的速度 碰撞的動量是mv 碰撞後的話,我們假設一個往這裡一個往這裡 碰撞後的mv1 加上mv2 等於碰撞的動量 是mv 再來動一下手 2分之1mv1' 加上2分之1mv2' 這個等於2分之1mv2' 好,我們就知道說,把它整理一下 這是v1'加上v2' 這個等於v2' 這代表什麼? 代表這三個相量構成一個鋒利三角形 就是說,這是v1' 這v2' 這是v2' 兩個加起來,把這個平移過來 這是v2' 這是v2' 這就是原來的v2' 構成一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是什麼三角形 是直角三角形 就是v1' 加v2' 這個等於v1' 這邊的平方 這邊的平方 加這邊的平方 等於這邊的平方 代表這是90度的 那代表這是90度的 所以 這個跟這個 會加90度的 所以v這個選項是對的 這樣看v這個選項 不論是否為對正碰撞 碰撞前後 兩球的動量和與動能和不變 這個對 因為我們這些 結果都是利用 動能和不變 動量和不變得出來 就是動能手銅 跟動量手銅 然後呢 這個也是呢 彈性碰撞的定義 彈性碰撞的定義 就是說 動能手銅 而且動量手銅 所以答案應該選 a d 跟e